今天是大花两岁生日,所以我准备了一些材料,准备给他做一个生日蛋糕,这个大椒是自己家种的,然后树上熟的大椒,这个是稻谷,这个是大米,然后这个是肉末,两个水果,还有一点大花最喜欢吃的苦卖菜,现在准备把这些材料做成一个生日蛋糕。 好了,现在蛋糕做好了,外面这里我套了一个壳,现在轻轻的把它拿开,希望它不会塌。 我真的很慌,啊,它好像已经要塌下来了,怎么办?救命啊! OK,生日蛋糕完成,两岁,然后这两个小葱代表两根蜡烛,现在拿去小花园给大花。 先让我大花到桌子上,吃第一口,大花下来,下来,今天是你两岁生日哦,这个蛋糕做的还可以吧,蛤?满不满意? 我感觉做的还是挺好的,唯一的败笔就是这个香蕉肉,它是没有办法塑形的,有一点撑开了。 大花,你先吃第一口,我没有拿在手上,它不敢吃,可能。 大花,大花,咕咕,吃。 你先吃第一口,然后就跟小伙伴们一起分享。 它先吃那个大米,用葡萄做了一颗小花,然后大米做花心。 大花是我用孵化器孵出来的第一批小鸡,从小收养长大的。 12月21号是她的破壳日,啊,竹架鸡上来抢了,蹭人家的生日蛋糕。 吃肉,大花吃肉,这个两岁这个字是肉来的。 大花好挑食啊。 开始吃香蕉了,哦,不对,是芭蕉。 哥哥哥。 快吃。 好了,先放这里。 我要去把小花也放出来,小花跟大花是同一天破壳的,它们是同一天生日。 小花,你也来吃。 放下来,大家伙一起吃。 大花,大花,你这个主角咋不吃呢? 快吃,快吃。 这个椒,它们平时很爱吃的,所以用来做这个生日蛋糕刚刚好。 哥哥哥。 兔头小黑鸡也来了,大家都很喜欢吃哦,很给面子。 兔头小黑鸡发现这个肉好吃了,它专门挑这个肉来吃。 大花给你唱个生日歌吧。 祝你生日快乐,祝你生日快乐。 祝你幸福,祝你健康。 祝你生日快乐。 OK,好。 小花,你只是个陪衬的。 你这个渣男。 它一出来,然后就踩得小花园里面的母鸡好憔悴,所以我平时都是关着它的。 怎么没有看到长颈鹿呢? 拿着有一点累,放地上吧,放地上给它们吃。 现在已经没有蛋糕的样子了。 哥哥哥。 其实它们现在不饿,看它们的素囊一个两个都很大,因为它们刚才吃了饭,吃了鸡饭。 它们给我面子啊,吃饱了也还来吃蛋糕。 小鸡饭,小鸡快来,哦,快来快来,吃,吃饭,吃饭,不要咬我鞋,快,吃饭,对,吃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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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不要臭,不要臭过来。 打你嘴,叫你对象过来吃饭,叫你对象过来吃饭,小花在那里对兔头小黑鸡跳舞,人家兔头小黑鸡想过来吃饭的。 小鸡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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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来,快来干饭,快,快点,过来这里干饭,它不敢。 我刚刚看到它,蜜瓜又啄了长颈鹿。 哥哥,你不要怂,死皮赖脸的吃,它不敢拿你怎么样的,对。 花脖子从头吃到尾,最捧场就是它,还护食。 看我长颈鹿缩头缩脑的,有点怂了,在这里,围围曲曲的。 哥哥,吃,不要怕它。 拿起来给那个鸭子吃一点吧,鸭子一口都没吃到,小母鸭。 小鸡,小鸡,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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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你不爱吃啊,鸭子不喜欢碾嘴的食物,小花看起来好高啊,在母鸡堆里面,身姿挺拔。 衬的这些母鸡全部都变成了小土豆。 小花。 哥哥哥,你在看什么? 它应该是在给这些母鸡把风,看看周围有没有危险。 看花脖子,站直了都没有,都没有小花那么高,都还没到小花的下巴。 这就是传说中的最萌生高差吗? 小花看起来真的很高。 真是母鸡们吃剩的,拿来小溪这里,小母鸭,你吃吗? 哦,有点黏嘴啊,吃不吃? 小灰,你吃?小灰,你吃? 他们讨厌这个黏嘴,不愿意吃,快吃。 嘴巴一沾到这个大胶,它就甩头了。 好吃的啊? 对,你多吃两口,你就会发现是好吃的。 小灰站在旁边,不吃,只有小母鸭愿意尝试。 看到它吐舌头了。 好吃吗?小母鸭,大鹅它们能不能吃出酸甜苦辣的? 这个大胶是甜的。 不爱吃,它们不爱吃,算了,拿去给小羊吧。 妹妹,上来,上上面,高一点。 小羊,小羊好像爱吃哦。 这上面的那些肉已经被鸡吃完了。 不然的话,我是不敢给羊吃的,羊是吃素的嘛。 好吃吧? 只有小羊捧场。 我感觉,今天母鸡们吃这个已经吃到腻了。 平时给它们吃一个,它们还挺开心的。 小羊,小羊,小羊,小羊。 大花,过来。 大花,过来啦。 大花,过来。 过来,飞奔着过来,快点。 快点。 大花,快。 来啦。 大花,过来。 大花,过来。 快点。 大花,快。 哇,今天飞奔着就来了。 快来。 大花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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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花。 大花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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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